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司 喜歡我的頻道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藉口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然後 喜歡我的頻道呢 你可以加入大師的LINE社群 LINE社群在影片的右上角的QR Code 燒一下 然後輸入你的YouTube的名稱 跟Twitch的名稱 我會親自審核 這樣你就可以加入我的社群了 好 就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要遊玩的遊戲是 羊千年千禧年所出的絕代酸膠2 那我們現在遊玩的是江小玉路線 那我們將準備進入結局啦 我們先跟這個儀花公公你講的話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地圖都會打開了 然後呢 先我們公公打開了齁 我們先去春月樓齁 萬叔叔 我有一次想要問你 哦 說來聽聽吧 你曾經提到給燕婆婆服用的藥物 對平常的也有用嗎 哈哈 一樣有用 只是效果不同而已 哦 平常的用的這個藥會流動死人 心跳賣物全都沒了 還好這是假象 只需要移住一下的時間 就會恢復正常 不過 沒什麼實際用處就是了 很有趣的藥物嘛 我知道了 好 師叔一定替大家準備好房間 趁先回房去 明天早上再與師叔交談 比武就會開始囉 好 我不能再逃避了 和所有人交代過後 就像助詞表演決戰的意思吧 好 很好 我們總算見面了 二十年前 我們就該見面了 你嫌太遲了嗎 野魔 既然還未死 也就不算太遲 糟糕 他媽打起來了 我該怎麼辦呢 可惜啊可惜啊 我的花火絕打起來的時候 只怕有人看不到了 夜南天 我和你這次就先演一演吧 可以 孩子 真有你的 是厭不我好企圖 多讓他活幾天 哈哈哈哈 高手相真 必樂必敗 你好知為之啊 是 你都準備好了 勝就勝敗就敗 來 全力以赴吧 為什麼 咬越 靈心要被你們決斗 一點都不合理 兩個人武功接近此 臨場一變 裝備盜取 冷靜的心 就是決定勝負的指標了 小玉啊 你一定要贏哦 嗯 我只有打算 想請我女兒 就給我活下去 嗨 你 你有什麼話 要和我說的嗎 我 小小魚 有勇氣點 現在不說 也許都沒機會了 我上班兩次 有言語上的你 那我不是有心的 我天天就是這樣 現在嘴上在擠 我也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 向你說這句話 真是抱歉 你 你不用對我說這些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總覺得該說的話就要說 沒得沒有機會了 你沒有要說的嗎 那 我走了 等一下 嗯 我一直不確定我的感情 所以我總是把事情弄糟 現在我已經相當確定 但是又深深覺得 對另外一個人不公平 可是現在我已經明白了 這種事是勉強不得的 何況我根本不欠他什麼 老天便沒有規定 誰一定要愛誰 明天 你就要和他做真實的決鬥 決戰 我考慮了很久 就先要將我的先知告訴你 只要你知道我的心意 別的事 就全都沒關係了 來 他 實在很可憐 雖然他外表上看起來十全十美 但心裡卻意外的空虛 連自己的父母是誰都不知道 還要為別人活著 我 我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 不知道你答不答應 我會答應你的 我覺得他現在弄死的 是在死 死難迷目 所以 我只求你莫要殺死他 無論如何 也不要殺死他 我答應你 我不會殺死他的 謝謝你 雖然我們跟鐵線做道歉的動作 可是我們在前面幾個階段 沒有做對鐵線來的 友好的選項 因為那個選項 要先玩花五學第一階段 所以 跟鐵線來說抱歉 也沒有用 結局是不會跟鐵線來的 所以我們必定要奇人之福 一定要重來的 OK 這兩杯酒 是我發展倒出來的 我看到了 你只要選一杯喝下去 我們的問題 就解決了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在其中一杯酒下了毒 你選的都是有毒的一杯 就是你死 你選的都是沒有毒的 是我死 這髮子 豈非很文雅 也很公平嗎 你不敢 我為什麼一定要選一杯 只因為我要和你一絕生死 這理由難道不共嗎 我為什麼要和你拼命 那你又為什麼要和小月兒拼命 你能和他拼命 我為什麼不能和你拼命 你是不是覺得這樣做他沒有把握 你是不是只有在明知自己能夠戰勝對方時 才可和別人決鬥 那你明知有把握時 再和別人決鬥 那就不叫決鬥了 那就是謀殺 你那實在不敢 我也沒有法子勉強你 可是 好 無論你選的是哪杯酒 都是你自己選的 你走開相信這次是場公平的決鬥 比世上大多數的決鬥 都公平得多 不錯 這敵就很公平 我 你跨過去了你這大笨蛋 所以難道不能下毒在這兩杯酒裡嗎 我要進去做這個灑光嗎 好 我們要等一下 你感到毒藥的效力了嗎 我 我看不清楚了 那就是 這神仙骰首先影響到的就是眼睛 我 我選錯了嗎 你選的那一杯 確實是有毒藥的 你知道 我的酒 我下了毒 我怎麼會不知道 呃 好難過 你有什麼意義要交代的 我一定也完成的 哇 這樣也好 不用再 決鬥了 很抱歉 你實在是個好人 一個普通的好人 你 殺了他 我不留不殺了他 我非殺他不可 你們兩個在這幹什麼 無缺呢 他 他已經被我殺死了 你殺死了他 哈哈哈 死得太可笑了 就算死個你 你想傷他都很困難 我不要傷他 但喝下毒酒 就變成死人了 毒死 這話當真 花虎缺武功再高 掙了毒一樣得死 我騙你們又有什麼好處 那 霧缺他 真的死了 你壞了我大事 蘇英 我要你死 殺了花虎缺後 我也沒打算要火了 小魚兒 我知道你不會感激我的 但我希望你能好好火下去 我這一切 都是為你而做的 你做嗎 我要讓你小命 在你面前聲光 將小魚 讓你永遠痛苦 超過我的痛苦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殺小魚兒 你不是無論如何 都不肯經常殺死小魚兒嗎 花虎 花虎死了 我要他們想兄弟 絕對我怎麼全沒了 我二十年的苦白受了 我還留下他做什麼 我當然要殺 我還要他受盡痛苦 你 你說什麼 你說花虎缺是我兄弟 不錯 花虎缺是你孪生兄弟 從小都被我們暴走 這些年來就是要看著你們兄弟刺香殘殺 才能出我們彈你的怨氣 現在無缺死了 我們怎麼都犯過你們 原來 原來是這樣 想不到櫻花公公主這麼好騙 你 你說什麼 其實花無缺最中的毒 但只要他沒有斷氣 我就有辦法的 什麼辦法 你快說 我這裡 這裡 有份解藥 小魚兒 再見 要怎麼樣 快說啊 這藥不是重點 恩 我衣服上 這根影線才重要 你瞧 這麼一拉 什麼嗎 什麼天下第一聰明人 什麼都被麻在鼓裡 連到最後這一刻 還摸不透你的心意 我完全被你打敗了 我完全被你打敗了 就算我現在死了 也拋不開 你對我的情意 永遠 永遠 小魚兒是受了重傷 但是還是活了下來 雖然算好的距離 小魚兒竟然沒死 這條命就不再屬於他一個人 他要與他共同分享 小魚兒沒有告訴任何人 當地的秘密 連夜南天也不知道 他要與蘇英分享這個秘密 此後 小魚兒雖然依舊在江湖裡 活躍 但臉上比從前 讀出了幾許淡淡的愁籠 而且再也沒有人聽他 說 自稱天下的第一聰明人 Aina Aina 你看到了嗎 我會替你好好活下去的 小魚兒 從此以後 小魚兒 從此以後 你就是我的人了 好 後面就是桌布 一堆桌布 好 就這樣 這個 蘇 這是一個 算是悲劇的結局 什麼都沒有 蘇英 毒死 五花五圈 然後 炸死 油花公公主 就是這樣 好 我們要阻止他了 趕快衝進去 你怎麼也來了 我為何來不得 我非當要來 我想喝這杯酒 這杯酒喝不得 為何喝不得 這 這杯酒也有毒的 你為哪你知道這杯酒有毒 我的酒 我下的毒 我怎麼會不知道 你既然知道 為何要他喝 這本來就是一場生死的搏鬥 總有人 喝這杯酒的 他自己運氣不好 選了這一杯 又只能怪我 但我並沒有要你選這杯 是嗎 我知道你沒有要他選這杯 但他選那一杯也是一樣的 有兩杯酒都有毒 這種花樣你騙得了 別人就騙不過我 他無論選哪一杯 喝的都給死 你根本不必喝另外一杯的 你 你錯怪他的 這杯毒酒 我還是應該喝下去 你實在是個君子 我一直恨自己為什麽樣 不錯 他是君子 我又不是君子 所以我才知道你的花樣 你怎麼能如此說他 他也將那杯酒喝下去了 那自然可以喝下去 因為毒本來是他下的 他早已服下解藥 這麼簡單的花樣 難道都不明白嗎 你實在是個聰明人 實在太聰明了 但無論如何 我總是為了你 你實在不該如此對我 你還想我對你怎麽樣啊 你以為害死了花無缺 所以我就會感激你嗎 我自然知道你不會感激我 因為你們都是英雄 英雄是不願暗算別人的 英雄要殺人就得自己殺 我只問你 就算我是在用盡害人 跟你們又有什麽不同 當然不同 我們至少比你光明正大些 光明正大 你們明知對方不是你的對手 還要跟他決鬥 這難道就很公平嗎 很光明正大嗎 難道只有用刀 用槍殺人 才算公平 才算光明正大 你們為什麼不學狗一樣 去用嘴咬呢 那幾非更光明正大得多 更何況 我殺人至少還有目的 我是為了你 一個女人 為了自己所愛的人 無論做什麼都不丟臉 而你們呢 你們馬上就要拼命了 不是你殺死他 就是他殺死你 你們又是為了誰 為了什麼 你們只不過是在狗咬狗 而且是兩條瘋狗 我是個陰險狠毒的女人 你是個大英雄 從此以後 我再也不想高拍你了 你們誰死誰活 也跟我完全無關 你為何要那樣對她 還為了我拼命找人 找人拼命 我去幫她狗血淋頭 但我並不是為了你 而是為了我自己 為了你自己 不錯 為了我自己 忘了這一切吧 明天見 是我不好 你可不可以不要生我的氣 哼 那你到底要我怎麼樣才敢消氣 想要賠罪 不如想個好方法 活下來就是了 江公子 請教我小月兒 江公子聽起來讓我馬死 那小月兒我想請你幫個忙 是不是在決鬥時 不要殺人家公子 你怎麼知道 那當然當然 我可是天下地獄聰明人 那也是答應 還是不答應 等決斷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我並不想和你決鬥 我又何嘗不是呢 這三個月來 我也去問過師父 到哥出去打聽 還找到十二星象的人 但是就是找不出決鬥的原因 你別擔心 事情總會解決的 你有辦法 到時候 你就知道了 咳咳 咳咳 你不要擺出那副冰冷的樣子 我比誰都清楚 你比我和花武器決鬥在急 你早就樂壞了是嗎 你如果還有力氣 就留起來明天對付花武缺吧 不錯 武士該留點力氣對付 你呢 明天你的徒弟就要上戰場 生死未卜你就完全不在的樣子 不是很奇怪嗎 這不甘你的事 你根本就不在乎 這裡讓誰勝誰負 你只是要我和花武器決鬥 誰倒下去 對你來說一點差別都沒有 我知道你在玩花樣 你等著吧 我明天就會揭穿你的詭計 放屁 你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明天你就知道 咳咳 我不會和你說的 喔 我什麼都還沒問啊 我很清楚 你不像那個童年 姚月那般冰等 你也怕自己會一直忍不住 把妹妹說得出來 是吧 我沒空理你 沒關係 明天這個時候 你們想不理我都不行了 那那你還花武器這一站 已經無法避免了 對 你是不是又在想法子拖延 嗯我心裡在想什麼 你怎麼知道 這叫做心有靈犀一點通 沒想做法子有沒有 你放心我總會有法子的 我也知道你一定有法子 可是就算你的想出 比以前更好的法子 又有什麼用呢 誰說沒有用 這是 就算你還能拖下去 但事情知道還是要解決的 一花公主絕對 絕不會放過你 其實 我也早知道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所以你遲到還是難免要和花武器一站 除非我們現在都走得遠遠的 找個山明水修的地方鄰居起來 再也不見任何人 再也不理任何人 不行 我絕對不能逃走 如果要我一輩子躲著不敢見人 還不如死了算 何況還有驗大叔 他一定不願的 我也知道 你絕對不肯這樣做 可是你和花武器只要一交上手 就勢必要分出死國是嗎 不錯 我們就要一交上手 就勢必要分得你死我活 但我們其中只要有一個人死 事情就可以解決了不是嗎 你 難道 能狠下心來殺他 我知道你們這一站的勝負 和我跟高低並沒有什麼關係 問題只在誰能狠下心來 誰就可以戰勝 我只求你一件事 你求我娶你做老婆 我 我只求你答應我 莫要那話我卻殺死你 你無論如何都也不能死 我若非死不可能 那麼 那麼我也是要陪你死 可是我卻不想死 我想和你在一起好好的活著 活一百年 一千年 我想每天活得非常非常開心的 只要能讓你活著 無論叫我做什麼都沒關係 若是叫你死呢 若是我死就能救你 我立刻去死 你放心 我們都不會死的 我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看來你滿受女孩子歡迎你的嘛 他們一輩子也休想管得住我 只有我選他們 他們休想困住我 小魚兒 並且還是小魚兒 儘管心已暖了 嘴卻還是不可能暖的 誰說我心已暖 他們若非 已對你很有把握 又整個對你一千一百歲呢 在這方面 女人永遠比男人聰明 所以不會吃了虧的 我不是像老人家求教女人的 我知道 你三次要的藥丸 我已經替你準備好了 什麼時候扶下去 絕對鬥的時候 小魚兒 你要加油喔 否則你做鬼會不會老了你 公子 你一定要獲勝喔 先拼棄合 寶是最佳狀況 沒有用的 隨你們的便吧 我看好小魚兒有這成算算 這兩個孩子 都是難得一見的武林奇才 哪個贏都好 贏得要娶我女兒 看來花五千的那外公 腳砸死了些 小魚兒 就看你的了 死心逆禮 不知誰勝誰負 各位請聽 本人全部決鬥開始 我只能讓這兩個人死 我卻從小被我們帶大 小魚兒那般叫人又愛又恨 大姐 我為什麼一定要讓他們死 住手 我 你一想怎麼樣 大姐 二十年前的事 已過去了很久 江峰他們雖然對不住你 可是他們如今你的事骨都化成灰灰 飛灰 大姐 你又何必參加他們呢 你難道想撓他們 你難道想要在此時說出他們的秘密 我只是想 從你七歲時候 就喜歡跟我搗蛋 無論我喜歡什麼 都要跟我爭一爭 無論我想做什麼 你都想法子破壞 你瘋了 你想幹什麼 你 你莫忘了 我畢竟是你妹妹啊 我畢沒有風 只不過等二十年前 他等到今天 我絕對不會讓他任何人來破壞他 你也不能 這一戰也快結束 江峰和月娜等到他們知道 他們的雙勝是他自相殘殺 一定會後悔 喜樂為何要做出那種事情的 不 不要 不要打了 你們 你們是兄弟啊 小魚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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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無君 我要你償命 方才我拉開了無君 其實卻是救了你 只因世上誰都可以殺他 只有你是萬萬殺不得他 為什麼 你可知道他是誰嗎 他是誰 我告訴你 他也是江峰的兒子 他本是小魚兒的孪生兄弟 算 我等了二十年 就是在等今天 等他們兄弟自相殘殺兒死 直到今天才能夠把這個命令說出來 我實在高興極了 痛快極了 無論你怎麼說 我知道你會相信的 一定會相信的 你仔細想一想 你仔細想一想 就會發覺他們兩個人 有多麼的相似 你再看看他們的眼睛 他們的鼻子 你可知道 我為什麼要逼他們兩個人動手嗎 你可知道 我為什麼一定要花胡雀 親手殺死小魚兒 你們本來一定想無通這道理 是嗎 現在 你們雖然已經明白 哈哈哈哈 但是 但是 卻已太遲了 你自己殺死了你自己的兄弟 你還有什麼話說 現在 你的時候已到了 你還等什麼 慢著 為什麼不讓我死 你一個人若是要死 那是誰也攘不住的 你竟然知道 為什麼要來多事 還是 我並不是阻止你 只不過勸你一定要多等片刻 也許還不到半個失程 過了半個失程後 你若還是要死 我保證絕沒有任何人來阻止你 半個失程 這半個失程 難道還有什麼鬼嗎 孩子 我勸你還默要再等了吧 多等一刻 你就多受一刻痛苦 就才多受片刻痛苦又何妨 難道你整個勇氣都沒有嗎 你是什麼人 竟敢在我面前多嘴 我多嘴又怎麼樣 誰多嘴 我覺得他死 我身邊什麼不喜歡 就喜歡多嘴 我的脾氣正和他一樣 還有我 閉嘴了 我記憶等了二十年 又何在乎 又等著一時半刻 小月沒有死 沒有死 我知道他已死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騙我 又有什麼用 我為何要騙你 他方才就是死了 現在也有復活 夜南天 你瘋了嗎 死了怎麼會復活的 你怕什麼 我活著死你暫且不怕 死了後反而害怕了嗎 你 你究竟在玩什麼花樣 小月王的花樣 你若也猜得到 你就是天下的第一聰明人了 問叔叔 他什麼都說了嗎 他什麼都說過 這秘密其實只需一句話就可說明 你們本是親兄弟 而且是孫生的兄弟 我早知道我們覺得不是天生的對頭 我們天生就應該是朋友 是兄弟 二弟 你 你是我兄弟 請問這個萬先生 到底怎麼一回事 可以讓我們知道嗎 咳咳咳 咳咳咳 水人在咒一人覆咒 毒藥人害人一人救人 其中的巧妙雖各有變化 欲用去存乎一心 我將幾種毒草配練到一起 就可練出一種極厲害的麻痺 上那間就可令人全身麻痺 呼吸停止 而死人無益 若用這種麻藥來害人 自然就可以趁人在麻痺時為所欲為 但若是拿來騙人上當 我懂了 像我們這界中的藥物裝飾騙過儀花公主 這孩子實在聰明 所想出的詭迹 無疑不是匪夷所思令人難測 也就難怪姚月公主會上當了 公主 是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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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魔頭氣走了 我要去找女魔頭了 就算我錯怪了你 你也用不著如此生氣啊 我向你陪伍侍了 你難道還不消氣啊 我本來想求她嫁給我的 她既然如此生氣 看來我不說也罷 也免得去碰個大釘子 你 你說什麼 我說了什麼 我什麼也沒說 你說了 我聽見你說了 你說要我嫁給你 你還想耍賴 你想幹什麼 這裡人太緊了 這裡人太緊了 我要找個沒人的地方 去跟你算賬 你方才說的話 賴不賴啊 男子漢大丈夫 說出的話還能夠賴嗎 不錯 這裡人實在太多了 你快帶我走吧 走不進以後 不論你走到哪裡 我都跟著你 老人人都死去哪了 小玉兒我還想你喔 老人人都死去哪了 那個滑回去也蠻不錯的 桃花依舊在追尋一個完美的好男的 丈海村永遠有驗譽 酒妹和張青都離開了 頓時又覺得安全好多 那小玉和黑蜘蛛人品不知如何 他們過得還好嗎 慕容斯家依舊是武林雲裡重要的門派 被一般武林人士所看中 好無聊啊 他們拜師的徒弟都不成氣候 難道我們的絕水藥就是失傳的嗎 東海三仙依舊在尋找徒弟當中 哈哈哈哈 這迷運功根本是要女人才能練的嘛 我們這裡都是男人 還有一個不男不女的 唉 你怪我嗎 誰知道對鬼武功有這種限制 眾物人用盡心思要小玉兒取來的秘笈 無人可練 這算是一種懲罰吧 大家自奔前程去吧 大家自奔前程去吧 是 儀化宮解散 從來江湖裡再也沒有這個地方了 欸需要嗎 上好的名要喔 我們需要嗎 呵呵呵 妖靈就高了 當然這個事實上還有一些 永遠不改變的人們 好就這樣 一堆脫步 如果沒有給名譽公的話 他們就會自向殘殺 這脫步也太多了 我會想怎麼樣 呵呵呵呵 你們馬上就知道了 呵呵呵呵 呵呵呵 花無靴死了 而且是被江小魚親手殺死的 呵呵呵呵 我實在太高興了 莫非瘋了不成 呵呵呵 那你知道為什麼笑得這麼開心嗎 你可知花無靴是誰嗎 他是誰 告訴你 他也是江峰的兒子 還本是小月的孪生兄弟 啊 放 哈哈哈哈 我等了二十年 就是在等今天 等他們兄弟 自向殘殺而死 直到今天 才能夠把這個秘密說出來 我實在高興極了 痛快極了 不論你怎麼說 我知道 你會相信的 一定會相信的 你仔細想一想 就會發覺他們兩個人 有多麼的相似 你在看看他們的眼睛 他們的鼻子 你可知道 我為什麼要逼他們兩個人動手嗎 你可知道 我為什麼一定要花無靴 親手殺死小魚兒 你們本來一定像無通這道理 是嗎 現在 你們雖然已經明白 哈哈哈哈 但是 卻已太遲了 你自己殺死你這兄弟 你還有什麼話說 哼 原來是這樣 什麼天下第一聰明人 都是狗屁 現在你的時候已到 你還等什麼 我犯了一個很大很大的錯 一生都展覽王匯的錯 哈哈哈哈 對擠了 這只會不好說吧 我長了二十年 現在輪到你們了 所以 我不能再放第二個錯 若是我死了 誰來替花我去報仇 你要忍辱負重找我報仇 就算你想死在我手上 我還不願殺你呢 這樣更好 你若是你只要來找我報仇就來吧 那你一生 是要受到折磨的痛苦 我也要殺你 夜南天 你今天氣勢已私 恐怕你以為我一百招都接不住 我等你們 我會滿心期待等候你們 你們來殺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從此姚悅就享受著被追逐的樂趣 終其一生他滿心期待 快樂地被追殺 而夜南天與江小魚 只是心情郁悶 為了復仇而顧過了後半生 江湖中的默默對江家兄弟的命運感感到同情 為姚悅的二十年 成淺所惊惡 那天夜南天的遭遇所探襲 花火卻雖然找走一步 其實是最幸福的 絕到雙交 就此暗戰陸落了 這個結局其實 滿悲慘的齁 好 那魔頭氣走了 本道女魔頭了 你讓人家擔心死了 要裝死 你不會先說一聲 害人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的 衝死了 人家要怎麼見人 你給我負責 幫你擦擦淚哄哄人是可以了 不過負責這兩個字 沒事最好別亂說 別人聽到了 還以為我們兩個有什麼 這對我倒好的江湖前程會有影響的 你說什麼 臭魚兒 你的意思是說我喜歡我了 不會了 你長得很可愛 我是在問你是不是喜歡我 不要岔開話題 很麻煩 每天問相同的問題也不嫌累 那你老實說 你若是不喜歡我 幹嘛又千里迢迢的跑到慕容山莊去找我 你若是不喜歡我 又幹嘛要和大娘還有三娘動手 你分明就是喜歡我 喜歡我喜歡我 快承認 尿口阿婆做過法的職人就在這裡 我看你死魚兒能整應到什麼時候 喜歡你 你 你說什麼 我喜歡你 我再也不想跟自己鬧别扭了 你這隻貪吃的小紅貓還蠻可愛的 本少爺就接納你吧 你以前才不會這樣回答呢 老實招來 你是被打死 打昏頭了是不是 還是只要吃壞腦袋了 要是不把話講清楚 有你口頭吃的 不會啊 不會啊 我腦袋清楚得很 那天在炎王門山洞裡 是誰讓我看到好看的地方啊 到現在啊 我一直都記得很清楚哦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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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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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上課 我還有你 你快點 是否 不可以說 你 我 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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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瑤瑞狂笑大聲得意的笑 彷彿要把這20年來的怨氣都一笑而出 他實在太高興了 越南町雖然有千百萬的理由要找瑤瑞動手 但是一想到地藏德的兄弟之時 多少與他力主報酬有關 他就一點力氣也死不出來 Gamber說要找瑤瑞復仇了 瑤瑞贏了20年 越舉復仇成功之事迅速傳避武林 人們一方面為瑤瑞傳奇事的復仇所震驚 另一方面也為江小雨華武學這位兄弟的遭遇所感嘆 江家覺得後再也沒有人能找瑤瑞報酬 善下那些為江家兄弟不幸陸列的人 繼續傳有著這個長達18年的復仇故事